洗米嫂和婆婆到码头祈福放生,老公入狱五个月,一家人都不开心。 自从老公华哥被澳门警方带进了监狱之后,洗米嫂的生活也彻底地发生了改变。 近日,洗米嫂难得在个人账号分享自己的生活动态,她带着女儿和婆婆一起到户外的码头放生祈福。 洗米嫂穿着一套白色的衣服,手上带着佛珠与孩子和婆婆一起现身。 镜头之中的她非常严肃,和小女儿一起拿着水桶里的鱼儿放生。 婆婆则安静地站在一旁,女儿双手帮助着妈妈一起放生。 从整个拍摄的画面来看,洗米嫂先后一共放了好几桶的鱼儿。 女儿放晚了之后她又带着婆婆一起放生,也不知道是不是儿子被澳门警方带走的原因,感觉洗米华的妈妈整个人憔悴了不少。 另外据港媒透露,洗米嫂在老公入狱的这几个月里,她也忙着开自己的饮料店,亲自开始了自己的新事业。 可见老公被捕之后,洗米嫂的改变是巨大的。 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分享自己的奢华富贵生活了。